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会啊 都握上手了 什么情况 男朋友啊 长得真帅 我这过来打个招呼了 那我先走了啊 再见啊 好 我走 我们走 那个 我去跟他聊一会儿吧 杨小白 我警告你啊 就这一次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带来连朋友都没得做 我知道了 明天见啊 严小宝 你这也太热情了吧 你这也太热情了 刚才我一看见的保时捷安 我就开始自卑了 晚上你说一点错了没有 我就不是个爷们 我这也太热情了 没想到吧 这么快就见分晓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回来 我爸治病花多少钱 我为什么到方达 你心里很清楚 是 是我先对不起你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 我不会走那一步 你要是理解我一点 你也不会做得那么绝 没多久我爸就去世 就因为我蹲了几个月 没人照顾他 连最后一面没见上 所以我必须回来 我知道 你跟曹广志的分歧 我非常清楚 我站在他那边 我就会赢 很简单 我要证明 我跟他一样 你做到了 反正现在项目 你是指不上了 我一个人 我有房子没家 我等着看着你们 无家可归 你爸的房屋抵押 到现在还没有还清吧 这个事 江律师知道吗 我没别的意思 对了 曹总让我带他 向江律师问个号 喂 艾姐 回去没 要是再不回去 我给你姐夫回家赶人了 好 烦不烦你 艾凡 你不要等到你婆婆上边跟你道歉 要是那样的话 你就会下不来台 就会太被动了 多大点事啊 干吗非得弄得鸡飞狗跳的 你呢 先去跟雨明碰面 你们俩把问题解决之后 再一块回家 我们再去对付你婆婆 行不行 行 你烦不烦啊 别说了啊 过来 拜拜 好 别说了 我给你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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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跟曹广志合作你就不知道留个新年了 你跟他合作 他要分你实实在在的股票 那就等于在跟你分公司 康延那边给他一笔钱就够了 我要是曹广志我也会动这心思的 我知道 这就是你知道的结果 干吗去啊 找黄老大给你打官司 我用不着 你怎么用不着了 你想想我们这家怎么办啊 那么多月供还有你妈 你这没日没夜加班那么长时间 就算打水漂了 能少数点吗 我有办法 我就说太少了 是你事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让我在和风面前出了一口气 可后来呢 我每天应抽也就忍了 我实在没办法喝点酒 还被你跟你妈说成那样我 知不知道人家马迹现在都已经开始接金剑了 我每天还在那边看警方破合同 以前我一睁眼我想到工作 我还觉得有笨头 现在我连上班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追的我 觉着大家不一样了是吧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以前我俩至少还有一个人是有盼头的 现在结完婚 我觉得这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像我 以前我想要的了我 后悔了是吧 你以为就你有老头是吗 我还有呢 我说过多少回了 我不想在你和我妈这间抹着心里 你呢 我每天除了劝就是劝就是劝 我每天回去 就四五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我回了家 还得为你们俩人分这个心 我说怎么丢的 要不是你给我马手 让我至于丢吗 我那天要早点回公司 我至于丢吗 还有 我跟曹广之的事 我没得想那么蠢 運药 都会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找到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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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不到 gospod 你解不开 之前这一部分 是王雨明负责的 曹总 我让一组赶工 这一部分 他们应该很熟 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 他走了以后 A组的人是个个消极代工 发英雄帖 重赏之下 必有勇富 你别给我装架子 你觉得有用吗 现在整合的时间本来就少 A组的人又不配合 你们B组还要等 A组的这部分数据 整合的时间来得及 来不及 你觉得我没有判断 曹总 那我 闭嘴 你跟我什么都保证不了 出去 你叫我来 不会是就想 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吧 看来我高估了康颜的能力 我没明白跟康颜有什么关系 你是要跟我谈工作吗 我在交接手续都已经办完了 程序上是这样的 但你要知道 你在公司所做的一切 都是属于公司的 什么意思啊 回来上班吧 按照合同走 之前怎么样 之后我们还怎么样 按照合同走 好像合同上写说 如果我犯了重大失误 你可以开除我 这么快你就忘了 咱俩也别绕了绕去的 把密码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密码呢 我丢的那部分数据在你那儿 按照合同上规定 如果我没有重大失误 你故意开除我可以告你 而且我还可以索要赔偿 但我也想提醒你 你在公司所做的一切 都是属于公司的 如果你不给我 我也可以告你 你可以告我呀 你得跟法庭解释 你的那部分证据 是怎么来的吧 玉铭 看来你比我聪明了 曹总 我一直认为 你应该是一个 在工作上公司分明的人 可是自从我跟 江亦凡结婚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我的日子 会不好过了 可我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把你自己 领患的情绪 影响到你工作上来 你也别废话了 你就告诉我 你是回来上班 还是现在把密码给我 这班 我肯定是不会回去上了 是不是密码吧 你不是有康颜的吗 林伟啊 最近公司的运转 有很大的改进 几个大客户的账期都锁短 采购部跟供货商的关系 也有很大的改善 签一发动全身 你这个一发签得好 谭总过奖了 看来公司确实有不少成规 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打破 以前考虑到 你跟财务部 跟采购部的关系 销售总监的这个位置 一直有所顾虑 加上总部呢 又一直计划要派一个人过来 我们也不好推辞 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你当销售总监的事 我会尽快报董事会 一旦通报 我亲自给你办签工业 谢谢谭总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谢谢就不必了 我只是希望啊 你们俩继续出新成绩 我当初就说了 你们俩是株连毕合 看来确实没让我失望啊 来 喝茶 恭喜你啊 林大总监 这下我心里总算是踏实了 不再想了 我该怎么谢你呢 那就来我家吃饭吧 我谢你 你还要请我吃饭 你谢我你就得听我的 其实过几天我生日 那我先预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媳妇 我回来了 那沈一帆回去了 回去了 跟她婆婆道个歉 雨明在两边劝劝 这事就过了 她没跟你提雨明啊 没有啊 雨明怎么了 没事 我去了这么一说 要是把我妈接过来的话 没准我们家也得闹翻天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看你变真劲 就是 这个不穿了 先收起来 媳妇 你先放下 你最近怎么有点反复啊 好像是有点 一凡都觉得我不太正常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咱们俩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相互信任 这一点我比你清楚 所以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的老婆 好不好 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要生枝了 你怎么一点不高兴呢 挺好 对不起啊老公 没事 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今天想了一下 我觉得 曹广志那个公司 你离开的是一件好事 这段时间我看你每天 都只睡几个小时 还得防着这个防着那个 说是我挺心疼的 我还不想看你这么投资下去 而且 你跟曹广志他们 本来就不是一类人 更加没有必要跟这帮人查合作 出来单看吧 自己开公司 想干什么就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不是老婆 有个事我没告诉你 怎么了 怎么这么严肃 小杨啊 跟小杨没关系 前段时间呢 我爸给人做担保 把这房子给抵押了 然后那朋友呢 跑了 之前那两年之年还清 而且每个月还有利息 本来前段时间我想告诉你来着 可是后来我觉着 曹广志这事我做完了 这事也能解决了 可是没想到现在出了这个事 我不得不告诉你了 我不得不告诉你了 这么大个事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先睡吧 明天再想办法 不是 States 对不起 では 嗯 老婆 你干吗去了 我快到公司了 上班 汪总那边 我想了想 我还是接着坐吧 那你放心 我以后就不赔酒了 还有 我给你那卡 你看见了吗 里面是我这些年 攒的一些律师费 虽然不多 你拿去做个用吧 不是 那个 老婆 行了 你跟我还准备在那干吗呀 不说了 上班了啊 拜拜 你找我 找我 你找我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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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你 外名 等会儿 给你的 行 我替兄弟们谢谢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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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郑总啊 前段时间辛苦大家了 在你们这儿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连走之前给大家争取了一点福利 也算是不长你们前段时间的加班吧 来 一会儿给大家分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拜拜 我就想问问您 我就想问问您 我这张卡里怎么就能生这么点钱了呢 问您话呢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跟我这么大声嚷嚷啊 不是 你自己算算 咱家一个月月供就多少了 另外这还有什么物业呀 水电这些生活开销 你这卡里就这么多钱 我这美赖奖金哪 不是 不会都买了保健品了吧 我是买了 但我就买一点 我也不想这样 我知道你怪我了 但妈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粘着保健品我就上瘾 我就控制不了自己 不是有一个电影叫那个 《天生购物狂》 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我平常不爱看电影 但是我看完这电影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觉得我就是那里边那女主角 我觉得我这病吧 跟她是一样的 我也有这种病 所以我觉得你吧 还也应该理解 你怎么知道 不是卡在我手里吗 我就买 我想买什么买什么我就买 这张卡里的密码是啊 依凡跟她姐姐的生日记住了啊 这也是依凡跟她的姐姐姐夫啊 共同的意思 你们 你们俩好了 这张卡里的密码呢 是雨明跟依凡的生日 也得记住了啊 你的创业刚刚起步很艰难的 我呢也就能支援这些了 不是 庆姐 这我们怎么好意思啊 是 爸这 这钱我 我自己能想办法啊 你能想什么办法啊 这年头你找谁借钱去 问题是你什么时候能还上人家 老脸低了着心 不像家里人 这些钱呢 放在我这儿也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放在你那儿呢 那钱的事呢 我倒是 倒是够 不是那什么 爸咱不说好 今天下午出来就 就喝个茶嘛 您说您 您 您弄一 是出来喝茶呀 不耽误正事 您就别跟我见卖了 以后你赚了大钱 交给依凡 帮你攒着 我呢再支援你们一部分 赶紧的 买套房子 哪怕是先付个首付呢 自己有了房子 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别说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啊 这小两口过好的日子 是自己的事 也省得我亲家 跟你们瞎操心了 大哥 这是 依凡的意思是吗 不是 妈 那您这不是 砸钱撑腰来了吗 不是不是 您误会了 这里头没有几个钱 说不上砸场子 也说不上撑腰 我没有那么霸道 我的意思是 盼着孩子呢 过上好日子 我这整天好吃好喝 这么伺候着 他们日子还过不好了 那您要非这么说 我就直说了吧 依凡还就是没有过好 好不搭眼的 工作没了 您还净简单 不爱听的说 哪个婆婆看见这种场面 能说出好听的来呀 那哪个婆婆 把自个儿儿媳妇的工作 给弄没了 还 还变着方的嫌弃她 姜米宽 你今天就是来找茬的 是不是 没有 我是请大家呀 出来喝茶的 既然喝茶 就谁也别善口 这有没有刺身 有啊 隔壁就有 您要想吃给您端一份过来 我不需要 别客气 我这伙儿刚点起来 你这伙儿是不是憋了好几天 就等着今天跑这儿来撒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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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个咱少说几句行不行吗 这么看 别以为有点钱就了不起 今天咱这话就说到这儿 钱拿回去 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别 别呀 别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 你看看 不是那个 不好意思啊 妈 妈 爸 爸 你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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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这几个人什么呀 你坐下 要淡定 淡定什么呀 淡定 淡定 别你婆婆呀 头上一冒烟 你就奔这儿去取灭火气去 该说的话呀 那我就得说出来 淡定 老叔你别忘了 把这个钱呢交给雨明 她一得到钱就高兴了 一高兴呢 就知道该怎么对你了 雨明啊 我是不担心 人品很好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 不得不防 她成立了公司以后 会不会招聘女员工啊 带你什么思想啊 很危险的 你要小心 防患于未然嘛 姐 我知道我先有数 直拳 又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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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摀 妈 我爸让我跟你道歉 别变了 你爸这么说我我理解 问题是你怎么跟你爸那边说的 能让他这么义愤填膺 我 我什么都没说 我儿子的钱让你攒着 是因为我买保健品了 他们让你出去住 是因为我说了几句不好听的 你是不是什么 都跑你爸那儿告状去是不是 我 妈 我真没说 行了 别闲话 我 我也不跟你计较 我也不追究 让你没了工作是我 把王玉铭的钱都花光了还是我 我错我认 咱一马是一马 你别客气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到时候你也跟你爸说一声别记恨我 你也别记恨我 咱不还一家人得过日子吗 咱们都把这心放宽点 行吗 妈 我觉得有你这样一婆婆 真是挺幸福的 真的 也不想伤心 我 forcément在争一下 这地医生之后 能够一样吗 这边是谁 我先伤心 一罪解千仇啊 我有什么仇啊 反正我是听说 有些人好像在王小鸭那儿 受了点什么打击 夜夜买醉来着谁啊 你听谁说的啊 知道了 那两个八卦 给你个机会 我都想好了 我唯一的机会啊 就是把保时捷大叔绑架了 讹诈一辆保时捷的钱 再去买一辆保时捷 追保小鸭 我喝成这样了 头脑还这么清晰 口条还这么清楚 可以啊 叫宝 我跟你说的这个机会啊 可以让你进一步接近 王小鸭和保时捷 你说说 王宇明要开公司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小鸭的哥呀 新公司不得招员工啊 这要换别人 那肯定我顶多是个程序员 那你要去 怎么也是个主管吧 当然了 这个工资啊还有待商榷 但是发展空间大呀 干不干 你让我想一想 想什么呀 别想了 给你三秒钟 一 三 不对 你肯定没有目的 你觉得呢 我知道了 你是想让我给你去当卧底 如果发现王宇明 有什么行为不端的事情 我要马上告诉你 小鸭 你悟性越来越好了 干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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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多少钱啊 我跟你说了吗 工资有待商榷 我说的是卧底的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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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交性的份呢 陪我回北酒算了 我去 来啦 事儿夸了 快进来吧 我来的路上我还在想 我说咱们俩十几年没见过 现在家伙是什么样的 没想到还是那么的有品味 行 这张照片你还留着呢 是啊 我记得是咱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你让我陪你去照一套艺术照 你说里头穿黑的外头穿白的 我说你全穿白一点吧 因为你皮肤白 这一晃 这一晃多年了 这一晃十几年了 这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 好 礼尚往来 送你的 你过生日还送我礼物 我家的钥匙 你不会这么拒绝我吧 今天可是我生日 来 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还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吗 有一次我得了急性蓝尾炎 然后你背着我去医院 后来就一直照顾我 我从没出生的时候 我爸就出去得债了 所以从小到大 还没有男人这么呵护过我 这家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估计两万多块钱租金 你们也承受不了 有点啊 有没有稍微小一点的呀 小点的 里边有一家一个月四千 十多个人办公正好 好 那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吧 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走 公司开证以后 四十五岁以下女的不许找啊 现在就开始干涉内证了 不答应不给她抓 那我这前台都能找得漂亮了吧 这就多大房子啊 也就十来个人 随便喊一声买屋子都能听到了吧 要是我们欠她活开 你得心态不对啊 那我要跟女客户谈个事呢 咱俩这最起码的信任她得有吧 你这属于偷换概念了啊 不让你招美女前台 就成就成我不信任你了 你看你看 怎么现在就不讲理呢 我有不讲理的资本 那什么呀 我爸可说了啊 非要让你收着 你要不要的话就扔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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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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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老婆啊 谢我干嘛呀 对对对 谢爸 谢姐 谢姐夫 那美女前台招吗 就是美女了还招什么招 什么嘛 再冲你这句 那我也不用来了 省得我来了你也不难 你看 现在有嫌妻的感觉 哪个嫌哪 嫌等 超人的嫌 你讨厌你 好 好 我告诉你啊 那个公司名我都想好了 公司吗 说我听听 宇凡科技 我俩名全在上面 一听就知道我是老板娘 谁要是敢给你泡面也开了她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那我再搞你一事吧 没事 你看 你看 我还给你找了一帮手 又谁呀 程小宝 这 这也太阴险了吧这个啊 小哥 我来一杯子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未来的大侦探 什么意思啊 我可没答应一帆啊 去做卧底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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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地无音吧 但是你答应一帆 来我公司上班了 我跟一帆可说好了啊 我不去应聘 你要用我呢就来请我 行行行 我这不来请你来了吗 我请你 行了吧 邀请你行不行 谢了 我怎么干都不服 什么 没什么 王总 我是说到了公司 我会好好看 别这么看着我 我跟你说过了 我没答应一帆去做问题 是吗 我说过了我真没答应 行行行 信你信你啊 来了公司想干什么都可以 但是别带玩我的事啊 那不是我风格 行 明天过来上班吧 明天 别破破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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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 你看 怎么样 太漂亮了 我还有个好消息 我告诉你 我的第一单生意已经有着落了 真的 别玩这个 跟你说啊 聚财 我们那个老客户啊余总 已经答应把她生意给我了 而且这个生意呢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老婆 你太棒了 高兴吗 嗯 高兴啊 你看 来 来 来 一 二 走 来 坐好了啊 来 老婆 以后我们的未来 就从这里开始了 所以呢 看前面的这座城市 老公 咱是在一层 窗里还拉着呢 给一点想象啊 聪外 老婆 你看 前面的这座城市 灯火灰火 水迷森林 以后我只要你喜欢 你随便挑 敲中最漂亮的窗户 我给你买下来 不 最漂亮的楼 你最喜欢哪栋楼 那栋 老公给你买 还有呢 那栋 老公给你买 你 只要你高兴 这座城市 都是你的 一座城市 有点太大了吧 那话怎么说呢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不是 是那个心有多大 就滚多远 那都是你的 滚多远 很好啊 老板娘 恭喜 恭喜 你们来了 王总好 一股聊 一股聊 好嘞 好嘞 老板娘 然后呢 红包 红包 赶紧的 快点 年龄大了 记性都不好了 什么记性不好 你就是想咪了吧 你在哪能呢你说 行了 感谢支持我们 叫雨鸣创业了 里面有吃有喝 里面请 赶紧去吧 赶紧去吧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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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 姐 爸 你来啦 这是我跟爸的 你别弄了 你们都已经支持那么多了 干吗呀 拿着 今儿也得支持啊 是吧 爸 对 那 那我就收下了 我们先进去了啊 好嘞 闪上 您先上 您先 您先去 姐呢 姐呢 不是刚升职吗 现在应酬多 真的 那我们家算是双齐临门了 恭喜那姐 干吗呀 你以前 她稍微涨点工资 你就特别高兴来 出事了